来看到这起离奇的死亡意外 有一名骑士骑车骑到一半时 是一头撞上路旁边的游物车把手 而当时把手当场次穿了他的安全帽 导致骑士血流不止 松衣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这起自撞事故太过诡异 还让警方一度怀疑 是不是这名骑士因为生病了 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才会发生意外 下半间缝时间 车辆来来往往游物车停在一旁 执行公务没想到下一秒 骑士骑车一头撞上 骑士连人带车摔飞 还在地上滚了一圈 碰一声这撞击瞬间吓坏大家 立刻报案请求救援 因为车祸意外 现场道路几成一团 听见鸣笛声 车辆也纷纷赶紧离让救护车 救护人员紧急将人台上担架 这事发就在7号傍晚5点多 这名61岁黄姓骑士 骑车行进台南中心区 健康路一断 结果途中却离奇撞上 路旁游物车舱门的把手 当场次穿安全帽 血流布止送一后抢救不治 发生碰撞后摔打 黄姓骑士经受医救之后不致死亡 双方驾驶经酒车 无饮酒情形 没酒驾当时也没有其余车辆并行 而据了解黄姓骑士疑似 因为生病无法集中精神 才会酿成意外 而有如绝命终结站情节翻版 真正死因到底为何 检察官也将进行相验 进一步理清 见红布奇探报导